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現在開始上課了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好 很高興有機會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努力 我來自台東最遠的地方 三仙台有沒有聽過 有齁 那個我們家就在那邊很近 每天都看三仙台 每天看日出 不過元旦很多人都喜歡到我們那邊去 要去看日出 其實我從那邊出生以來四十幾年 從來沒有看過元旦的日出 元旦的日出每年都會給你晃點 每年都會給你晃點 真的要看日出要到春天才有 四月份開始這個時候開始才會有 飛遺季的季節的時候 才會有日出 才看得到日出 給大家做參考 下次看日出不要再元旦 在那邊人幾人而已 我是阿美族 阿美斯 講高沙族 以前的那個熟翻 說實在我們阿美族接受文明應該不到一百年 不到一百年 以前大家還是在那邊非常的野蠻 就是獵人頭的時代 還沒有結束那個時候 尤其是德魯古的太魯閣族 那其實要認識原住民那個熟翻 我們講的那個高沙族 其實很簡單 過去看山頭就好了 我們祭山為王 也就是像諸侯國一樣 這是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領地 然後你只要超越我們的領地 可能就人手 身手益處 從最北邊太平山那一帶就泰雅族 下來泰魯閣族 賽德克族 到了玉山就是布農族 布農族的聖山 再來阿里山就是州族 再來北南山 北南族 下來道山就是台灣族跟盧凱族 那阿美族在哪裡呢 就是海岸山脈 那個海岸山脈跟中央山脈的特別之處就是 其實台灣領了兩個板塊 我們那個地方是菲律賓板塊 修古蘭西為界 修古蘭西 以東就是歐陽板塊 以西就是那個大陸板塊 那阿美族就是整個 從台東市一直到花蓮市 整個海岸山脈 然後以修古蘭西北邊跟太魯閣做界線 藝山那個部分是跟布農族做界線 到了台東市那邊是跟貝南族做界線 所以以和為界 以和為界 超過我們的界線 你們就有被屠殺的可能 所以像阿美族 躲到阿美族裡面 有兩個民族 就是現在又變成新的原住民族 就是哥馬蘭族 跟那個我們講的在七美部落的那個 我們講薩基拉雅 薩基拉雅在日據時代 就是日本人1895年 剛進來的時候 發生了屠殺事件 可是在歷史裡面 並沒有記載這個部分 因為薩基拉雅那時候幾乎被滅主了 就是因為一些事故衝突 導致於泰魯閣主 跑進入到阿美族的那個領地 進行薩基拉雅的屠殺 剩下100多個他們的老百姓 那個人民剩下100多個了 阿美族的頭目就出面 制止那個泰魯閣主說 不要再殺了 再殺就滅主了 所以這個事情也沒有多久 應該也不到100年的時間 也不到100年的時間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們在媒體報紙上面 也都可以看到這些相關的一些問題 為什麼要從各國的利益中 看到台灣的未來 我們都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的佔領全國就是美國 美國我們總是感受不到他們對台灣的關心 總是在中國 日本 中華民國之間 我們看不到美國對台灣人的那種關係 但是最近卻發現美國對台灣 確實增加了對這些領土的那些 尤其是領土爭議的問題 美國就出面了 為什麼 一定是有它很重要的原因在裡面 所以不是真的為了台灣的人民 不是為了台灣這些領土 而是什麼 因為台灣的領土 隱含了一種很重要的關鍵 因為台灣的土地主權出現了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 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 所以要從各國之間的利益關係 才能看得到台灣的未來 為什麼 因為這些利益都在台灣的領土裡面 都是在台灣的領土裡面 好 什麼樣的利益 我們先 我講 我的前言主要就是 未來國跟國之間的衝突的核心 都來自於能源的需求取得跟掌握 中國跟日本 他們都是因為能源的關係 感到恐慌 如果說找不到新的能源 他們的國家的國力就會 那個 尤其他們的領導者 非常的擔心這個部分 好 什麼樣的能源呢 石油 主要還是石油 地點在哪裡 東海 東海這個地方就是釣魚台 釣魚台獵島 被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 稱為第二個中東 可見它的石油含量非常的豐富 那個就是南海 最近很流 最新的新聞 中越的衝突 跟中國跟菲律賓的衝突 這個衝突最近 尤其是在最近 衝突不斷 好 我們先講這個 東海的部分 東海的部分 天天石油最多的地方 就是跟台灣的領土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是要去確認 這個土地的主權 到底是誰的 跟美國 跟中國 跟日本 跟南海的各國 有什麼關係 我們待會就很仔細的去說明 這個是中國在2013年 就是去年 11月23日宣告 設立東海防空識別金 鬧得很大 全世界都在 搞得美國都派那個 那個 那個 飛機 過來這邊巡 巡逸 那這個是日本之前畫的 紅色這個部分 是中國後來畫的 沒有看到台灣畫 台灣也可以這樣畫 開玩笑 這個為了什麼 為什麼要畫這個 他們要宣示主權 宣示主權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這邊 目前中國在東海 有五座 什麼 鑽油平台 已經完成了 準備要抽油而已 好 我們來了解一下 釣魚台跟台灣的關係 台灣 釣魚台是170公里 跟大陸是180公里 330公里 石岩島在這裡 這個 170公里 對不對 好 這樣我們大概就知道 釣魚台離我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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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中國宣布的防空識別金 因為航蓋間隔豬島 並通過春曉油田 這個才是 為什麼要畫到這裡 因為它的油田已經 已經進入到日本管轄的海域 日本管轄的海域 日本管轄的海域 好 中日雙方在東海主張經濟海域 油田的位置土目前 他們2008年有達成學藝 這個有熔井油田 油氣田 天外天油氣田 像這個春曉油氣田 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釣魚台的附近 這個就是春曉油氣田的 那個 專有平台 這個是中國的海間船 這個是那個 這是獵島 這是一個群島 所以我們看釣魚台 不能只有看那個 釣魚台那個 就好像南沙群島 我們台灣現在真正有管轄的 就是只有太平島 但是南沙群島的主權 不是只有太平島 有些島都被越南菲律賓搶走了 那中華民國 這個美國交給中華民國 結果中華民國沒有好好的看守 好 台灣人怎麼樣看釣魚台的獵魚 這個是 台灣跟日本達成協議 很奇怪 我們可以到這個範圍 所謂日本的管轄的範圍不宜 但是不能登島 不能登島 不能登島 很奇怪 中國如果要到釣魚台附近補一不行 日本人會把你驅趕 好 這是陳文倩在蘋果日報 在他的節目裡面講的 他說不要自欺欺人談漁權 1971年 那時候中華民國還沒有退出之前 聯合國退出之前 中華民國可以大聲的跟南海 跟東海那邊講說 這個是我們的領海 這是我們的土地 日本人也不敢講話 中國也不敢講話 南海菲律賓也不敢講 但是1971年以後 變了變了 然後這個可以捕魚 但是呢 中日兩國內部 經濟霸權主義壓力 逼著釣魚台的主權 越來越接近 時刻攤牌了 不是只有釣魚台 連南海也是 所以美國不得不出來出面 因為這個一切都跟美國有關係 中日大國 中日兩個大國蒸的都是油 只有台灣 蒸的是魚 這就是台灣 好 釣魚台常有大量的石油 就目前是這樣 應該至少 至少 這都是至少 應該比這個更多才對 釣魚台石油天然氣 可供中國至少80年 日本使用100年 價值目前 在當時是這樣評估 應該不只這麼多了 這是賴世保 我們都認識 中國人的立法委員 他說分給我們台灣人 一個人可以分到800萬到1600萬 所以釣魚台對中國跟日本 比台灣還重要 比台灣還重要 沒有能源沒有經濟 就沒有未來 因為中國都是為了能源所苦 而且中國為了這個 還用天價跟美國 食用公司購買 這個就是整個 讓整個事情複雜的原因所在 所以21世紀 世界強國的概念 不是軍事是能源 再來 食用印常量 這個是釣魚台附近的 一千億桶 價值一兆美元 這是1999年日本的估計 這是他針對天然氣的印常量做調查 兩千億立方公尺 我們從那邊拉那個天然氣 我們應該不用漲價了 那麼近 我們最近了 南海也是 目前 不只這些 目前我們 那些專家 那些探勘的專家說 不只200億桶 還在往上攀升 也就是台灣的海域 經濟海域 豐富的 天然的這些資源 還有可蘭冰 在高雄市的那個海域裡面 那個 靠近南海那個地方 好 講到經濟就從軍事 開始來談 也就是說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大家講不清楚 最後只有比前頭 比前頭 那比前頭最好的方法就是 比武力嘛 比我們的金氏設施 就好像這一次中越衝突 三家一致認為 越南的那個金氏設施 比不過中國 也確實是這樣 但是 越南的整個 打戰的戰力真的是 連美國都怕 連美國都怕 美國也打不過越南 中日 中越 晨越戰爭的時候 中國也是 也沒說 他們都說他們贏 就算你也是產勝 都死得很厲害 也就是說 越南雖然他的武力 不是那麼強大 但是 他老百姓 他老百姓的那種教育 民族教育 民族主義的那種教育 非常的根深蒂固 你要輕易的把它推翻掉 不容易 不容易 那麼 這個是專家指出 一個強大的國家 對於該國的經濟利益 以海軍的實力 海權 我們講海權 海權的能力 代表著該國的經濟實力 海軍達到哪裡 就可以得到那裡的利益 最近真的就是這一些 中國為什麼要花錢 去製造航空母艦 為什麼要製造核潛艇 就是要告訴南海的那些國家 馬來西亞 印尼 告訴你 我才是南海的霸主 我才是南海的霸主 所以 你們要挖這邊的一些天然資源 你還是要 怎麼樣我也要分到一杯羹 這就是中國的意思 雖然領土跟他可能沒有關係 但是硬要說有關係 中國自古以來是陸權國家 我們談中國的武力 最近我們所知道的 他們現在積極的在發展海權的能力 要作為經濟利益的談判後盾 南海將在2到3年內 會有兩艘核動力的航空母艦群 會在海南島三亞市那個地方 作為中國的那個 航空母艦的那個基地 還有核潛艇的基地 佈置在那個地方 所以企圖心很明顯 這個是被網路上面拍到的潛水艇 潛艇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他們都在偷偷的在製造潛艇 這是台灣人不會關心這個東西 台灣人只知道怎麼 在國內搞一些有沒有的一些 一些語論 這是海軍的情報部門發現的 三亞市建造亞洲最大的核潛艇基地 讓大家知道 主要是中國新型的核潛艇 可以搭載8000公里 可以達到美國了 至少可以達到那個 關島美國很重要的基地 第二島鏈 三亞市有三艘停靠的094型 導彈核導彈的潛艇 我們再看日本 日本二戰後就一直處在 不正常的主權國家 雖然它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但是很不正常的主權獨立國家 為什麼 因為它的憲法被麥克阿瑟修了兩條 一條就是國防軍變成自衛隊 美國終於出手了 就在這一次上個月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任總統 敢對全世界這樣子宣告 所以如果沒有美國的支持 日本首相誰都一樣都沒有用 這個是我們看日本 他們也在做潛艦 因為日本因為 舊機戰和平條約的限制 那舊機戰和平條約 要美國人去鬆綁 只要美國人說 你可以 你是可以 只要美國說 我要解除你 你的武器的那個製造限制 日本很快就可以 跟中國武力相抗衡 這就是美國的整個戰略 戰略之一 美國不太願意再派兵 從大老遠從美國跑到亞洲 他乾脆就扶持這邊的 第一島鏈的國家 日本 台灣 菲律賓 馬來西亞 一直印尼跟那個越南 一直到印度 緬甸 整個西型島鏈 整個把它建構一個 全球最大的戰略王 日本他特別之處就是 之前我們在聽秘書長在講說 你們不要小看日本 日本他的船艇每年造一艘 每年都除役 服役一年就除役 服役一年就除役 其實他是有目的的 他把剩下的潛艇 玩風 放到他的冰箱裡面 來 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是 剛剛講的 剛剛看到圖片是蒼龍號 對不對 2005年開始 因為2005年是美國宣布 歐巴馬宣布 重返亞太的那一年 重返亞太的那一年 2005年動工下水 2007年 服役2009年 每年造一艘 2009年 每年造一艘 每年一艘創造 就除役 服役 服役 好 重點在這裡 製造商是誰 山林重工 川崎造船 還是他原來的 日本 所以基本上 他要不要而已 他們要不要而已 所以有一陣子 美國就 在媒體那邊就開始鬧 日本那邊有 核子武器的原料 也就是他們其實 日本人要 用核能發電是有他的目的在 所以 中華民國的政府 一直騙台灣的老百姓 說 你看你看你看 你們煩什麼核啊 日本還不是要重啟核能 人家是要做飛彈 不是拿來 人家是要做武器 不是騙我們 我們這個不是拿來做武器的 他騙我們說 他們是要重啟核能發電 我想這邊是一個很大的騙局 好 我們再看美國 因為我們台灣 台灣的人 其實我 我們 在我們那個地方 在我們的那個民主那邊 跟我的一些同學 我的學長學弟講 講不通 他們的腦袋都裝那個 那個 那個 都裝水泥 也就是說 中華民國的教育是成功的 那種思想教育是成功的 很成功的 把這些人 洗腦的 乾乾淨淨的 那我就問他們 你們是不是恐中 他說我們如果說台灣要自治 我們請美國來幫忙 我沒看到美國人 整天都聽到 中國在那邊文攻武嚇 你們怎麼樣我就打你們 其實中國從來不敢打台灣 為什麼 因為這個裡面 中華民國不願意告訴大家 因為 中共的船跟飛機 絕對不敢超越台海中線 絕對不敢 我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八二三炮戰 八二三炮戰你們知道 打得很慘烈對不對 號稱五十萬顆 砲彈打到金門 五十萬顆都可以打了 為什麼不發個兩萬顆打到台灣 或是超過台灣海峽好不好 為什麼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只要超過台灣海峽 美國就跟聯合國 美國就在等中國說 你最好打來我就等 因為美國的軍艦 已經在台峽中下那邊等 他要幫 他是運捕捲 那個捕捷 我就等你打 打到了之後我就跟聯合國講說 我要跟中國宣戰 中國是打不起這個戰爭 而且那時候的中國 不是美國的對手 絕對不是美國的對手 瓦良葛號有一次我們菲律賓有沒有 菲律賓不是打我們的漁民 後來馬英教授 其有此理 派兵器給他教訓一下 好 結果還沒有出去就摔了兩架飛機 這個絕對不是單純事件 也不是個案 這次裡面有參數 美國的飛機賣給你 他鎖了參數 你要飛機 你一上去如果你超越了他們管制區 他就給你 亂嘛 你就掉下來了 對 這麼簡單 只有什麼飛機可以過去 就IDF可以過去而已 只有IDF 因為IDF是國造的 美國人就想說 台灣怎麼這麼厲害造出了IDF 後來陳水扁就說 I don't fly 不會飛就笑 就笑那個 IDF是一個很好的飛機 非常優秀的飛機 而且現在F-22 全世界全地表最強的那個噴射飛機 F-22 他的整個進氣道的設計 就是用IDF的設計 優秀齁 台灣人 但是美國 就想一想 哇 你做得那麼好 就限制台灣 你不能再給我造 我馬上賣F-16給你了 就IDF就停產了 就是那些中科院的這些人 就跑到韓國去做什麼 T-50 然後韓國也在賣飛機 現在韓國也變成 輸出 武器的輸出國 美國看到那個怎麼可能 你再跟我爭利 你開什麼玩笑 就會修理他這個小老弟 好 美國自中東反恐戰爭 2015年轉向亞太 建構一套全球最大的防禦體系 重訪亞太的目的是什麼 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航空母艦 航母移防到太平洋 待會我們會講 目前21世紀最強的航空母艦 就是美國製造的福特號 明年會到亞太亞洲這個地方 要取代過去尼米茲級的航空母艦 為什麼要把地表最強的攻擊直升機 賣給台灣 這個 中華民國要想盡辦法 模糊這個真相 這個 阿帕奇這個直升機 不是要讓台灣的飛行眼飛 是準備要讓美國的陸戰隊 在今年進入台灣駐軍的時候要用的 要防止 因為 未來即將要有一個重要的宣布 美國防止美國 美國防止中國 他們說話不話 他們拿奧波 兩手策略 所以他們也是會準備 這個飛機是要給美國人自己飛的 不是給台灣人飛的 台灣人從來沒有訂阿帕奇 在國防部的訂單裡面 沒有阿帕奇這個武器 美國說我賣你阿帕奇 你不要買別的 我就是賣你阿帕奇 你給錢就好了 會不會飛不重要 所以那次不是摔在桃園那個 你們知道為什麼會摔嗎 他們講的是人為因是什麼 什麼 雲霧恨大 這個飛機是全天候的 怎麼會 沙漠都可以飛了 怎麼可能是 又在騙人 又在騙人 真的是騙人大 而且馬英九 說這個好 打摩子好 結果摔掉的就是馬英九做的那個 這個太諷刺了 為什麼要把最強的 地表最強的 攻擊戰鬥機部署在東亞 在加首納基地有12架美國製造的F-22戰機 F-22它真的是 目前蘇聯的飛機都還沒有製造出比它強的 它是逆中的 不管它的速度 它的武器的被載能量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強 而且它的射控系統跟它的那個 那個電腦 都很 都是目前世界最頂尖的 好 我們來講到這個 最近 上個月的事情 歐巴馬釣魚島適用美日安保條約 什麼 這個 按照這個 秘書長的解釋 其實 歐巴馬目前只能講到釣魚台 其實他講的是從釣魚台東海一直到南海 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 在台灣範圍內包含台灣 因為台灣還有什麼 中國人在 所以 講到台灣的時候很容易造成中國 中國會利用這個來 幹嘛 假借 假借一些事端 可以製造一些事端 好 我們來講這個 這個是美國總統跟天皇 這個是一個隆重的那個 如果有看到動畫的話 歐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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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過 他們共同在東京開的聯合記者會 裡面有幾個重點 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新聞報導 我們看過去就好了 這個上網查就好了 就看得到 好 我們來看自由時報 支持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 你知道這個怎麼叫做 支持行使集體自衛權 我剛剛不是講嗎 日本是自衛隊 他武器不能一直創造 一直製造一直製造 他有限制 但是美國人說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是我剛剛講的 美國人說可以就是這個了 行使集體自衛權 你們知道這個行使集體自衛權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他可以出兵打仗 他可以主張 他可以開戰 他可以跟聯合國就說 我們可以 也就是說南海 南海的問題 如果安倍在今年 把這個集體自衛權 修憲成功 南海的事情只要有衝突 越南只要有衝突 日本可以幫忙去打 就是這個意思了 所以美國說支持日本 美國的算盤是什麼 你們黨 我們在後面幫你們 我出武器 這個美國人真的是 死別人 我不用死 還有錢賺 因為越南接著也要買武器了 連菲律賓都要買武器 真的是 菲律賓從來說 有美國人就好了 簽個安保協定就好了 剩下仗給美國人打 美國人說少來這一套 你還是要買武器 好 尖閣諸島 美日安保第五條的適用範圍 其實這個仔細去研究整個法理 你就知道它是包含了台灣 一直到新南群島 第二個就是歐巴馬也前面支持前面 這個講過了 好 第二個歐巴馬說 反對中國武力改變性 這是美國總統第一個 直接對嗆中國 中國你們 比較注意 你們來 我就 看我怎麼揍你們 但中美 美國人講話就是有他們的文明 有他們的高度 他們不會用很野蠻的 不像中國很野蠻 他們講話都很野蠻 他們還不是很文明的國家 但中美交往沒有 也不會犧牲美國 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盟國關係 所以美國要跟中國交朋友 他必須要考慮到他自己的利益 自身的利益 一切的利益都盤算完之後 我再跟你談 如果說那條線 紅線超過 我也不會跟你談 所以他們永遠都是玩贏的 美國人都是永遠玩贏的那個遊戲 所以美國反對任何妨礙日本管轄行動的 以及反對中國在東海企圖 無力改變現狀 透過無力來改變現狀 好 這是進入新聞網的 他每個都有他的 媒體都有他的重點 他說美國的政策是明確的 所以這個第五條是包含 在這個那個 他們還反對任何試圖 影響日本管理釣魚台的單面行動 就片面的行動都不行 也就是說你中國你再來啊 你的船艦再過來啊 沒有關係啊 我就跟你講清楚了 我先禮後兵 這個叫先禮後兵 我就是要打你之前 我先跟你講 把話講清楚 還有一個重點 在我的指揮下 美國在亞太地區 與日本這樣的同盟國緊密合作 再次發揮主導作用 歐巴馬表達 武士將親自主導 完真的啦 歐巴馬這次完真的 因為美國總統 就每一任都要打仗 這個是獨賣新聞專訪 釣魚台釋用美 他說對於中國針對釣魚台略移 持續進行挑釋行為 歐巴馬說釣魚台在美日安保條約 第五台的釋用辦理 這句話很重要 持續進行挑釁行為 你知道美國 中越衝突 美國說什麼 你們知道嗎 美國國務院 美國的國務院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國務院 那個凱瑞 他在前幾天有講話 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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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打電話給外交部長 那個中國的外交部長王毅 跟他說 黃先生 你們這個行為是挑釁行為 他反過來譴責中國 越南去撞中國的船 他們說是中國 越南撞中國的船 中國就這樣子控告越南 結果被美國人說 你們中國在挑釁 這個很重要 他說 停止你們一切挑釁的行為 所以全面支持 全面支持 現在是 這邊是解全面支持 全面支持 也就是安倍內閣 現在在推動什麼 集體智慧權的修憲動作 美國說 全面支持就是說 可以了 準了 可以了 你們可以改了 美國人同意了 這裡 這邊還有幾個重點 如果中國以武力侵犯釣魚台 將視同對美國動武 這個是很關鍵的 當然有人就問 如果說是中華民國的武力 進入釣魚台主權領海範圍內 美國仍然認定釣魚台屬於日本的管轄權 侵入美金所防守的範圍內 也視同外國武力 所以中華民國是外國 所以中國人是外國人 美國人是這麼認定的 好 這個我們 這個都差不多了 主要是這個 聯合國五十一條規定 也就是他們 你要法理法理 聯合國一些規定 你還是要遵守 歐巴馬 這樣子吹進 在亞太在平衡的那個 所以歐巴馬說 這個又是一個 他們美國一貫的立場 這不是新立場 而是一直以來 一直以來延續的立場 從1945年二戰結束開始 一直到朝你 舊金山和平條約 一直到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生肖開始 美國其實第一島鏈 我們最近聽到的第一島鏈 在那個時候 杜勒斯 美國的國務卿杜勒斯 當時的杜勒斯 就已經勾勒出整個圍堵 共產國家的一個戰略 所以它不是今天發生的事情 一直發生的事情 持續不斷發生的事情 只是最近 今年或明年要做什麼 做了斷 因為這個石油 人家已經在開始偷抽了 越南已經先抽了 因為抽的 那個越南去年聽說 抽了300億美金 食髓之味 食髓之味 想跑到我們的領土 西沙群島跟南沙群島 因為南沙群島 是石油最多的地方 你們知道嗎 美國怎麼可能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美國一定要出面 你們差不多 我還沒有動手 你們怎麼先動手 其實美國是講 去警告中國 你們那個981專有平台 你怎麼可以往那邊移呢 他知道靠近那個 那些陸地那邊的海 比較沒有石油 他們就靠近他們臨海 他們就抽了將近300億 因為中間南海的核心那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南沙跟西沙那個地方 是石油最多的地方 美國要不要出面 因為美國有責任跟義務 因為日本會跟美國講 那我的土地呢 那是我的土地 你憑什麼讓別人給我進飯 我說美國你要出面責任 要不然以後的賠償 我要跟你求償 可以這樣子要求美國啊 對不對 好 再來 這是18年來 這是美國總統 第一個公開表態的第一人 為什麼 沒辦法來 已經被逼了 一定要趕快現在表態 所以他的表態 要一併解決台灣的問題 因為沒有解決台灣問題 這個領土主權還是問題 因為美國常常跟全世界講 釣魚台 釣魚獵島 尖閣諸島 管轄全是日本的 無庸置疑不要懷疑 有關主權問題 美國不持立場 什麼叫做美國不持立場 美國沒有辦法去主張這個領土 因為美國對台灣沒有什麼領土沒有興趣 因為美國憲法已經明定 不可能會有地 不會再製造新的那個州 美國的一州 所以基本上 他們對台灣的土地沒有什麼興趣 但是對台灣底下的石油 就有興趣 好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第一島鏈 美國的駐軍 大家可能 台灣的媒體不會播得那麼詳細 所以基本上你們 只會要上網查查得到 這個之前為了那個北韓 為了無水端這個事情 他們畫出來的一個距離 可以達到關島 但是我要講的是 美國在這邊的基地 排列下來 一直排列下來 排列下來 現在是拉到這裡來了 拉到越南 拉到印度去了 幾乎把中國 這個中國的解放軍 有一個幕僚 上校幕僚 準將 他就有這樣的一個演講 他就說 其實美國很早以前 就有這樣的一個 一直是這樣 他們的戰略沒有變過 所謂的西行包圍 西行包圍 那中國 我們台灣人的恐中心態 我主要是要破除這個恐中心態的迷思 也就是說 全世界不是中國最強 但是我們被教育到說 反而他們認為說 我的感覺 好像美國打不過中國的感覺 真的是我們無知 應該講無知 我們對整個世界的局勢的不了解 造成的這種恐中心態 因為中華民國的媒體 刻意 一直刻意告訴我們說 中國很強大 中國很有錢 中國會打台灣 他憑什麼打台灣 說實在沒有理由 也沒有道理打台灣 那這邊的這個基地 美國在這一兩年有做一些變動 有一些基地 往嚴果基地這個地方 加首納這個沖繩這個基地 大家都很清楚 不過沖繩最近鬧了很多一些問題 老百姓希望美國不要在那邊 或者是減少 那這個美國也在頭痛 有在考慮把一些軍隊 或者是駐軍移到台灣以防 一到台灣以防 那今年是關鍵 今年是關鍵 好 這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 賽希爾哈尼海軍上將宣稱 美國太平洋艦隊今後的重點是 中國海軍 中國海軍 這個是第一島鏈 講下去 美飛簽署10年 這個又是跟菲律賓的 所以菲律賓有了歐巴馬的支持 完全不怕中國 好 這是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 這個是杜勒斯勾勒的那個 這個就是越南 有沒有 這邊是那個 有沒有 拉到這裡 其實現在已經拉到這邊印度這邊了 這一代了 緬甸 美國現在也在拉攏 美國國防部長 表示2020年前 亞太地去轉移一批海軍戰艦 居使有60%的美國 飛機跟航空母艦 那個潛水艇會來到我們這個附近 巡逸 這是加勒納基地 這個我們 這就是我們F-22 你們知道F-22他們多厲害嗎 台灣目前有幾百架飛機 兩架F-22就可以搞定 因為F-22它可以同時 設定三百個目標 只要它的載機夠 那個飛彈的載機夠 台灣的飛機都不用上空就被打下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 12架的一個F-22可以把韓國這種中型國家的軍力打垮 F-22就這麼強 因為我是空軍出身的 我知道我是專門在修飛機的 我們台灣的飛機 F-5 我們那個年代是 能夠打戰的只剩下四成 因為有些飛彈根本發射不出去 有些飛彈是根本不聽話 有一次我們 我在制航基地 有一次 那個 軍界的 就掛彈藥的那些單位 他們在卸下那個火箭的時候 不知道有一個天兵 他不願意讓他發射 他就去發射了 結果還好沒有打到人 差一點打到一架飛機 準備要出任務的飛機 我們對上的飛機 差一點然後就從他那個比喻輪前面閃過 結果打到那個民間的墳墓 然後推薦了一次 趕快把那個信物把它壓下來 美國說F-22不會賣出去 主要F-22跟我們現在的戰機的差別就在一起 F-22可以升空 打完了回來15分鐘又可以升空 我們我們的飛機是沒有辦法這樣 我們台灣目前的飛機 你要做飛行中 你還要做挖彈什麼一大堆的 可是F-22它是模組化的 很快它的東西都是用換的 有時候它的零件 模組式的 我們F-16都還是用維修的那種 比較早期的那個模式 所以 這個還是差很多 這個我們看看就好了 這個是員國基地 這是針對被朝鮮的 也就是說這個意思就是美國的 日本在日本的美國駐軍 只要一個基地而已 一個基地就可以打一個中等型的國家 打敗一個中等型的國家 好 這個是那個 這個就是目前服役的F-18 我們這個看就好了 魚音室 這個是運輸飛機 這個我們看一看就好了 這是未來 明年 美國全部要換裝 換成這種F-35 F-35是F-22的小型 小型的飛機 它是縮小版 縮小版 我們台灣想買這個 可是美國不願意賣 中國民國要買這個 少來 你們要回去的人 幹嘛要買我們的飛機 好 美國要沒有 2400架 那個其他的盟軍 710架 然後 美國的三軍都要用F-35 分成ABC 好 這個就是美國的那個 這個是 在美國的那些單位這麼多 你看 這裡有沒有 美金協防台灣司令部 台商延三 1979年猜測 這是因為 因應什麼 中美建交 他說你們美國不能把太多 強大武力放到台灣 這樣對事情沒有什麼幫助 好 美國人說好 OK 沒問題 這個是美國的那個 美國要把60%的兵力用到亞太 他的理由是什麼 所謂的人道援助 這個理由實在是 有點聽不懂 好 李秘書長告美國 2006年告美國的時候 台灣國際地位 人權保護 剛好 剛好很像 所以 有沒有 美國其實之前就 承認 美日安保條約覆蓋台灣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美國很清楚 國防力量 面對國防力量強大的大中國 美軍對台灣未來可能要進行 軍事干預算的 將力不從心 所以要請日本幫忙 請亞 你們亞洲的國家 你們自己想辦法把自己 武力強大一下 這個就是明年要下水的 就是這艘 明年下水 目前地標最先進的航空母艦 好 這個我們看這個 南海各國都在國防屯升起來 唯獨中華民國在2015年 明年減少到12萬人 解除國防軍轉型委自衛隊 國防部今年的1月最新兵力規劃 明年開始實施永固案 將兵力21萬降到17萬到19萬之間 馬總統覺得太多了 他說太多了 不排除繼續裁軍 一估僅減到13萬人 馬英九在配合美國做事情 美國智庫 美國接見有一個事 他說馬英九 在現今人口 軍人人口數大概09-098 他說太高了 要變到0.6-0.7 這個就是自衛隊的性質 也是中華民國要解除 武力的那種 要不然會被人家控告說 因為有人控告中華民國 是恐怖組織 因為他不是國家 不是國家不能有武力 你只能有自衛性質 你不能開戰 你不能宣戰 我們讓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們一直裁軍 不是募兵制 跟這個沒關係 因為有人告美國說 中華民國為什麼可以徵兵 為什麼可以在台灣徵兵 其實徵兵是違法的 違法國際法的 因為你是佔領的政權 你是軍事政府 你不應該在當地怎麼樣 實行徵兵 這是違法的 所以馬英九是乖乖牌 他要遵守國際法 他學法力就是要聽國際的 要遵守國際法 這間國主導的爭議 國際間有 目前針對鑰魚台有兩個條約 第一個是馬關條約跟那個什麼 就金山和平條約 好 我們講這個馬關條約 我的一個儀仗 他告訴我說 我歷史非常清楚 他就跟我講 他說 他說 中國把台灣割浪給日本 50年 我說 我聽都沒聽過什麼是50年 他說以前歷史是這樣讀的 因為我要因應蔣介石 1945年10月25號 台灣官復節這個騙局 所以在歷史裡面 開始扭曲 扭曲了台灣的真相 台灣的真正的國際地位 所以呢 他們就說 日本竊取中國的土地 所以台灣是中國不可分隔的領土 真的是莫名其妙 你們看 他說竊取 你們看這個馬關條約 你們看這個是竊取的作為嗎 這個簡直是離譜 就明明就是大清皇帝 跟大日本帝國皇帝 來 這個權顯很長 我唸一下 容許我唸一下 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 特檢大清帝國 清差頭等全權大臣 太子太父文華殿大學士 北洋通商大臣 直立總督一等數一伯傑立鴻章 哇 真長 這樣還可以把它說成切齊 我說這個真胡說八道 真的胡說八道 這個我們台灣人還是 大部分的台灣人還是接受 這個重點在這裡 第二款 什麼五十年 明明這裡就寫永遠割浪於日本 這個白紙黑字 竟然也可以睜眼說瞎話 然後重點是這裡 台灣全島集齊附屬島嶼 什麼叫附屬島嶼 三仙台算不算 萊女綠島算不算 澎湖有啦 澎湖有啦 這邊澎湖有直接寫啦 那釣魚台算不算 算啦 這邊就寫附屬群島 一樣大家的認知一樣 當初歌是歌這樣 我跟你講用地圖看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牽著到板塊的問題 附屬群島當初歌浪是 連這個遼東灣都歌 也就是說從這裡有沒有 是中國的 這個以東全部都是 從朝鮮半島下來 這個板塊有沒有 這是大陸板塊 沖縄這個中繩這個是 不就是另外一個板塊 它有三個層次 三個層次 所以其實離台灣最近 有一個島離台灣一百多 一百多公公里那個叫什麼島 你們知道嗎 那個不是我們台灣的 那是屬於日本的 但是離我們 一百七十公里是 比那個島還還遠 為什麼台灣就不能主張 這邊那一塊島是台灣的 反而比較遠的掉一台是台灣的 因為是板塊的關係 然後這個板塊一直延伸到哪裡 南沙群島跟西沙群島那邊 就是我們解釋的附屬群島 附屬群島 好 有沒有 這個是旧金山和平條約 跟這些群島有關係的條約 好 重點這裡 日本放棄 台灣 澎湖 所有權利 民氣 請求全 你們 你們可以簡單的了解 這是什麼意思嗎 有沒有講說永久放棄 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說把土地也放掉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看到土地 沒有齁只有權利的部分對不對 從中文的解釋是只有權利的部分 也就是說 日本還有殘權屬權 也是他還有權利 所有權 他有所有權 只是他不能實行他的什麼 權利 實行他的權利 就好像我地主租給人家 我不能說租給人家 跟他簽約之後租給人家 然後我還要再回去跟他 在那邊囉哩囉嗦 那就不行了 道理是一樣 但是土地還是我的 土地還是我的這樣 好 這個我們參考就好了 這個是矛盾 那個中國人 他們講不出什麼條 他們唯一能夠講的 像日本的主張 完全跟條約沒有關係 因為1884年 古賀陳四郎有在那個 看這個是無人島 所以叫什麼1885年 叫什麼明完真契倫 其實是調查 所以1895年1月14號的時候 內閣會議把它列入為八重山的部分 從神獻巴從峻的一步 他為什麼不穿照馬關條約 因為他不敢承認 一承認就見光死了 見真章 中國說你們1884年算什麼 我們明朝清朝就去了 哇塞這個 還說台灣的漁民的遺場 算了算了算了 還說開羅宣言跟波子黨公告 其實你仔細去研讀開羅宣言跟波子黨公告 你知道開羅宣言蔣介石講什麼嗎 我們要拿回日本竊取的台灣領土 剛剛那個什麼 那個馬關條約寫得清清楚楚 怎麼會是竊取的呢 所以我要還給我 竊取就要還給我們 如果不是竊取的還需要還嗎 不用還了嘛 這個領土主權已經很明確了 他們的主張都是各自無主地的概念 所以台灣不是無主地 我們待會有證據 這個是波子黨公告 因為這個是盟金的利益關係 台灣不能再還給日本 所以台灣的未來 其實在1950年的時候 那個盟金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就說 就在他們的國會宣布 台灣不可能交給中國 不可能 美國也沒有那個權利 但是呢 我們可以 但是又 如果說還給日本 違背了盟金的利益 為什麼 台灣還給日本那如虎添翼 美國最大的教訓就是麥克阿瑟 當菲律賓駐軍的指揮官的時候 從台灣飛出去的日本飛機 把麥克阿瑟打得亂七八糟 所以麥克阿瑟從此以後 就恨日本恨到 把他打下 所以他們就有人 有將軍跟他們的幕僚會議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到台灣 原本美國要占領台灣 後來改道去占領琉球軍島 為什麼 他們知道佔領台灣不容易 流出群島比較容易 原本是說美國要到 不要讓中國佔領台灣 美國親自來佔領 但是他們的幕僚會議說不行 我們佔領台灣 會讓我們在台灣 升陷四千年 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之前有一個案例 就是波多黎克的案例 波多黎克之前在哪裡 在他們的區域裡面辦公投 住民公投 說要變成什麼 有兩條 一個是獨立 第二個是成為美國的一州 結果85%的人同意要變成美國的一州 美國說不行不行 我們憲法規定不能再成立一州 你們自己獨立 美國說你們要獨立 他們不要獨立 要變成美國的附屬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 我不用當兵 我不用打仗 我只要拼命的搞經濟 然後我出去我視同美國人 台灣事實上現在是符合美國海外未併入的領土 我們台灣的人 尤其是本土台灣人 是受到美國憲法的保障 其實很多法律 我們可以用更高的層次來去跟中華民國打 但是目前秘書長比較不建議這樣做 因為會造成衝突 再來這就是不治黨公告 限制日本的領土 只能這個四州 四國九州本州北海道 北海道這個部分 北方四島被蘇聯蘇俄 現在俄羅斯佔領了 引起間隔出島的爭議有兩個 關鍵還是在我們的中祖國 到現在日本不要去承認馬關條約第二條 到現在還不承認 所以導致現在 因為他們也想自己佔有 第二個是日本從來不公開 1945年4月1號 日本藝人天皇的造書 我就覺得這個日本人很奇怪 你們知道日本的新憲法是誰公告才算有的 是天皇公告天皇造書公告施行 真酸 算才善事實施 但是天皇同樣用 同樣什麼 天皇造書來公告 他們就不承認 這個選擇性承認 這就是那個造書 那同樣的造書效率當然也一樣 對不對 怎麼可以同樣的造書效率不一樣 這個邏輯說不通 好 所以台灣就在那個時候就已經納入了 義氣國俱法 好 我們的時間太短了 南海爭議 我們講 那個石油最多的 這邊是西沙群島 靠近海 很靠近海南島 這邊是南沙群島 在這個地方 這邊這裡在帶 石油最多的就在這個區塊 也就是說我們的真母暗沙 我們中國最難的土地在這個真母暗沙在這一帶 美國現在把什麼 重返到這個地方 美國的駐軍 然後他們還要再找一個潛艇的基地 在越南 有考慮 因為這裡就沒有影響力了 有可能就在那個981 981在這裡 這個地方就是 那個有一個軍事港口 美國可能會在這個地方駐軍 這邊一個駐軍 這邊一個駐軍 然後再搭配這邊 馬來西亞這個地方 它就形成了一個很強大的三角形 唯獨中國最強大的三角形 所以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要有信心 好 剛剛這個講過了 這個大家已經有概念了 我們講那個1937年 編入台北洲 我們了解一下就好 1937年9月東沙豬島編入台灣澎湖町 1939年4月 新南群島編入台灣高雄州 所以西南那個 有沒有 再開一看就好了 這個都是有 這一些都是在1939年發生的事情 也就是說他們把西沙豬島跟南沙群島 改編為新南群島 隸屬台灣高雄州高雄市 一併在1945年4月1日 天皇造書台灣全島編入什麼 大日本帝國憲法 也就是說用在憲法 也就是說在大日本帝國的憲法裡面 台灣是被編入的 被編入的 這個就是那個 中越戰爭 這個大家看了就好 這個 衝突 這個是衝突的部分 好 太平洋戰爭的政府國是誰 沒力氣共和國 依據什麼 舊金山23條 美國為主要佔領全國 依據萬國公法 我們要講的是美國的責任跟義務 責任跟義務 也就是說他要依法的話 他要依法理的話 七沙跟南沙土地有問題的時候 美國要出面 所以越南第一時間跟中共衝突的時候 美國是第一個挺越南 為什麼 美國要希望越南去先管轄一下 西沙群島 所以南沙有一些被菲律賓搶走 美國也在美國的受益下 你們先暫時佔領 因為中國沒有 中華民國沒有能力在那個地方 所以中華民國只剩下太平島 只剩下太平島 所以這個都是美國 反正台灣未來就是 美國說了算就對了 應該是一直以來都是 那麼一句舊金山和平條 第四條 美國對日本領土內所有的財產 處分及支配錢 這個就是重點 整個所有的爭議的重點在這裡 美國是有所本的 有所本 他每一切的動作都是有他的 他的那個 他都有一些法律依據 他都有法律依據 美國依據舊金山和平條 第四條 美國對日本領土內的財產 什麼意思啊 西沙群島跟南沙群島 在日已經被編入日本領土了 日本把他這些土地佔領給你們 美國就有責任怎麼樣 不能 他們不能自己把它做掉 也不能割給別人 或者是你要怎麼樣 被人家搶了你要把他搶回來 美國有那個責任跟義務 到時候那個地主說 我的帝皇給我的時候 要解放的時候 你要想盡辦法 你要打仗 你要把他打回來 所以其實中國都其實很謹慎 他的那個981平台 其實他不是在西沙群島 他是在靠近西沙群島那個地方 他們都是 走法律邊緣 中國人就是很厲害 這個我們直接就好了 所以 美國對台灣全島一貫的態度 1950年 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 就控告美國 因為那時候蔣介石在台灣 執行占領 中國就是把他視同為 這是中國的領土 是這樣的 中共的概念是這樣 因為蔣介石在哪裡 所以 蔣介石是國共內戰 蔣介石在台灣 是國共內戰的延伸 所以蔣介石到的地方 就是屬於中國的領土 這個邏輯通嗎 這個胡說八道真的是 所以 用這樣的邏輯實在是說不通 所以他們就控告美國 在1950年 9月29日的時候 聯合國有判決 已經判決說台灣已經不是中國了 中國還在那邊騙我們說 那是中國不可分合的領土 真的是 其實我們應該把話講說 台灣人可能是長期以來太和平了 一定要把 一定要講說怎麼會 台灣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在1945年世界一日被納入了日本大帝國裡面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依據那個聯合國的規定 台灣你要變成你的領土 你必須要把它統一完整 你才可以宣跟全世界公告說 這個土地是我的 要不然的話被分開的話 是不能跟國際法來認定 這是你的國土的一部分 好 這 這個就是那個 歷史 我們的時間快沒有了 我要講的這個就是 在我們那邊三仙台 荷蘭人的那個 有一座橋叫紅毛橋 這個就是紅毛橋 以前荷蘭有在這個地方住 可是後來被阿美族把它殺光了 所以它的骨頭就放在那個漁港旁邊 現在骨頭還在那裡 漁海還在那裡 這個證明什麼 我們講現在的台灣的原住民 我們比較聽得懂 現在我們在台灣 你真的有講高砂族 因為在那個時代 只有兩個民族 台灣只有兩種民族 第一個叫做貧埔族 第二個就是高砂族 貧埔族就是熟番 高砂族是生番 生番就是還在獵人頭的那個生番 還沒有接受那個文明 這個我們都知道的歷史 好 清國一直到什麼時候 才開始開山府番 1874年發生了什麼 牡丹事件 其實這是1871年 被殺的是1871年 1874年去處理這個事情 後來清廷就派神寶貞 到台灣開山府番 所以發生了什麼 之後呢發生了什麼 發生了 這個就是那個 清國他們的肯子弟 當時的台灣 這個就是所謂 清國時期 就是大清帝國那個時候的 台灣的領土 他們有 他們所稱的台灣領土 這個東部三分之二都不是 那我要講的一個 這個大港口事件 這個是1878年的事情 1877年 1878年 處理的 因為那個神寶貞要進到水圍 水圍有一個清國的駐紮 那個軍營 他們要搬運交通不方便 所以要經過河運 就被這個阿美族 在大港口那個 河口那邊 宰殺了 發生了三次戰役 發生了三次戰役 最後到1895年 台灣就被日本那個了 收回去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要講的這個 1908年 七角磚事件 其實原住民跟那個什麼 當時的升番 1908年還不到 1908年一百多年 這個一百多年 這個還沒有一百年 這個還沒有到一百年 發生了這麼多的抗日事件 我們知道的物色事件 是最後一場戰役 最後一場戰役 然後物色事件結束之後 1937年黃明化 1941年就變成 變納入到日本共同 所以誰把台灣統一的 大日本帝國 所以我們 我們就 我們如果說按照中國的邏輯 我們原住民可以統一 我們可以獨立的 你知道嗎 可是不行 聯合國不會准你 因為你拿不出證據 對不對 國際間也不承認你 因為在國際間 在聯合國 現在還是承認這是 大日本帝國的土地 我們還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好 時間的關係 所以要吃飯了 好 OK 好 謝謝 各位同心 好休憩 我跟餐廳一樣 永餐拿 謝謝